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 1月3日 星期一 我們 可以說遭受到 兩年內 最受 大力度的打壓 不單止是香港的傳媒 甚至乎我們身在海外的媒體 都受到 不同程度的打壓 最主要 他沒有辦法拉到我們 就用一個 財政方面的打壓 大家都知道 我們一直以來 我們的廣告收入 可以維持到 整個媒體的運作 我們也很少叫大家 課金 要月費贊助 提起 但是到了現在 危急關頭 我們沒有辦法 不跟大家說了 因為現在 所有的僱員 已經是達到20個 全球僱員20個 我們 如果再是那個情況 那麼惡劣的話 很大機會我們的Patreon收入 又跌下來了 我 了解一個原因 因為上個月很多朋友 看到我們的呼籲 改為 一年一次過 這個月 已經給了 一年錢 這個月的數字就大了 我們其實也知道 這個情況 也是如此惡劣 只能夠希望我們 用不同的方式去改變 亦都期望 新頻道 就可以 做廣告收入 這節 想跟大家說一些比較輕鬆的話題 我看到 姚姚傳給我 他就說 有一個 港男 第一次約女生吃飯 竟然約他去吃兩頓飯 這個女生 謝廖頓 這件事真的很值得拿出來討論 首先是兩頓飯的問題 第二就是 現在的港男 他們 究竟是因為那個收入真的跌得很緊要 還是他們 完全 不介意這回事 他還問 很失禮嗎 不是失禮 是直接 丟臉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 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 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希望大家 訂購我們的後備 再後備第三頻道 星期二新聞 集團 Patreon 和月費贊助 也是有需要 我們的無限loop廣告 現在新增了一條連結 大家可以找到 如果有幫我們做無限loop 如果打開我們的 播放清單 會看到一條測試 測試這條片其實也有廣告的 大部分應該全部都有廣告 大家可以進去看 我們昨天也上了32條片 前天31 昨天32 希望大家可以在裏面看到很多廣告 兩宋飯這個問題 其實就是 隨著經濟的結構轉變 而出現 以及特行其道 我們之前跟大家探討過這個關係 兩宋飯 又便宜又抵食 當然我們以前 在香港的時候也經常吃的 兩宋飯成功的原因就是 他的折省成本 很重要 因為他裏面的廚師煮好了 不用點 因為 一般的茶餐廳 酒樓也好 你坐下吃 乾炒牛河 廚房很多時候會立即炒給你的 或是揚州炒飯 廚房要立即炒 當你下一個order 送單進去 他們立即炒出來 成本一定會貴 但是 兩宋飯就反過來 他做好了 十款 十五款的菜式 讓你選擇 已經煮好了 裡面 你來多少他就殺多少 折省的交易成本 是折省了很多 第二 吃到兩宋飯 通常都不會坐在那裡享受 因為大家知道這是快餐 這是一個希望促食的東西 吃得很快就走 所以 他們翻桌 沒有很密 以往的茶餐廳 一個小時 可能 在黃金時段做到兩轉而已 未必做到第三轉 因為你 從坐下喊東西 以至 吃飯 送來到了 吃完飯 喝了一杯東西 然後坐一會 然後撩完牙才走 可能最快要半個小時 意味著 別人那些不同的兩宋飯 可能吃十分鐘 有些快的五分鐘排完飯 就趕快走 所以他們翻桌很快 以及大量的外賣 因為 被選擇很容易 嘟嘟嘟嘟嘟嘟 我要這個兩款 他不需要 在這裡坐在這浪費時間 所以 他收錢的頻率比茶餐廳比酒樓快很多 在以往 市道比較好的時候 人們為了方便 茶記吃飯 也可以吃得好一點 酒樓成本貴 而且也要收茶戒 也要等 也要上去 而茶餐廳 很多茶餐廳 冰室 就做了酒樓那份 所以在市道 不錯的時候 一間茶餐廳賺的錢 可能 比一間酒樓更多 現在隨著經濟環境的變化 這兩年來 大家 經濟也不好 我們一直不敢開口 叫大家月費贊助 原因是知道這個疫情 令到很多人失業 令到很多人 基本上賺不到錢 我們既然廣告收入頂得住 我們也不出聲 不過廣告是沒有什麼錢剩的關係 所以我們 現在 面對這個疫境也挺難撐 所以 現在沒有辦法要開口 希望大家可以 支持我們 說回 經濟不好 兩宋飯由於價錢便宜 令到這個競爭力很大 旺角開了可能有超過30間 其他每個地區 每個都開 當時我都看到兩宋飯那種 市場很大的 不過始終我不是做飲食 最終也是沒有做到的 這個也沒有辦法 就算我有做到 盤生意 一樣是放下 自己 我們怎麼走得了 我們想看這篇文章 他就說 這個女仔 第一次約女仔 或者叫女網人去見面 他 帶他去他吃開的兩宋飯店 那些餐廳醫肚 誰知道 對方就突然間借尿頓離開 從此人間蒸發沒有再回覆訊息 事主 感到受挫 兩宋飯 真的很失禮嗎 那些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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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甚麼可以走了呢 出了一篇文章 分享 月初的時候 在Apps 認識了一個女仔 兩個人其實談得不錯 關係也挺曖昧 在Boxing Day 就打算見面 拆禮物 12時就見面 因為他們也未吃早餐 所以覺得肚餓 打算先去餐廳吃飯 兩個人有說有笑 當事主就問 在哪裏吃飯的時候 對方說 沒所謂 所以港男就決定帶他去對方 一間 附近 一間兩宋飯店吃飯 問過他吃甚麼 他就說 沒所謂 跟他去兩宋飯 打算吃個Quicklunch 誰知道到餐廳之後 呂夢又突然表示自己想去洗手間 叫事主自己點東西吃 點完東西吃後 對方就一去沒回頭 等了半個小時 仍然未等到他回來 他本來打算他因為走到附近的商場洗手間 所以可能要久一點 所以打電話 發了短信給他 但一直都失去聯絡 最後 才意識到對方已經離開了 所以他把飯盒打包回家 等他半個小時都未來 我以為他是不是有事啊 訊號又不應急 打給他又不聽 回家之後 他感到很無聊 以及不明白 因為對方 覺得如果不合適 可以直接提出 又指自己本來打算 跟對方全日約會 晚上更加安排了酒店的自在晚餐 但是 現在只好獨自度過 賊禮物日 食剩下的飯盒 請問兩頌飯真的很失禮嗎 加年蜜美又多選擇 也是吃個午餐而已 不適合吃就出聲 轉場去吃 其他東西也行 但是 為什麼要走去那麼無禮貌呢 其實 網民的 意見 其實也說得挺兩極的 有人認為事主是憑神力 單身 跟 女生拍拖也好 第一次 你就帶他去吃兩頌飯 第一次見面 印象很重要 起碼 他會覺得你 不要說物質 怎樣也好 起碼你要給他好印象 做甚麼都是 他會見公 你去見公也好 或者第一次見人 不可以做這些事 你帶他去吃兩頌飯 如果自己去吃 沒有問題 跟人家去吃 起碼要簡單一點 千萬不要說 他說沒有所謂 那麼你不要帶他去麥記 麥記他也會走的 肯定我可以告訴你 你帶他去KFC 帶他去麥記 他也一樣是借尿頓的 他覺得你這個 第一 他覺得 他在你心目中 只是值25元 你明白嗎 你不要打算晚上帶他吃自助餐 這是你講的 時候你覺得 晚上帶他吃自助餐而已 但是 別人的女生不是這樣想的 第一天見面 你就帶我去吃25元 可能你的兩頌飯值40元 但是 在他心目中 他的價值就是 值25元 這件事是沒有得咬的 每一個人 他都會覺得很不受尊重 因為 你 畢竟是拍拖嘛 你打算 追求他嘛 你打算追求他 你是不是要下一點本呢 是不是 除非你 你生得很英俊 他見到你 不捨得就請你吃飯 你以為他去街邊刀魚蛋 他也會跟你吃 刀魚蛋也不一樣 坐下吃飯 第一餐 其實真的是 不可以去那些場合 起碼要有卡位坐的地方 茶記 也不是很適合的 現在的年輕人竟然會 天真到如此 是不是真的很天真呢 你就算帶他去茶記吃飯 你也打算跟人家搭桌的那些 也不適合的 起碼要一間餐廳 兩個人坐下 旁邊沒有人 這個 首先 你先表現了尊重別人 第二 你先重視他 第三 你是不是應該有 大家 單獨 相處的時候 難道 你坐在旁邊 有人跟人家搭桌嗎 跟人家搭桌嗎 就是 不懂人情世古 女生也有 要非事 他覺得跟你在一起 沒有非事 他覺得你不尊重他 還有一個問題 你約人 尤其是第一次 千萬不要遲到 因為約人 遲到 其實是反映那個人 在你心目中的份量 價值 當你約他1點鐘的時候 你1點兩個字出現 原來 我可以遲10分鐘來 那我就不值錢 這個人 如果你認為 他是重視的 你一定要做到 所以我約人 我通常都要做到 如果真的有甚麼東西阻礙 我會打給別人 不好意思 遲5分鐘來 遲10分鐘來 一定要說 因為 如果不是人家覺得你 沒有禮貌 很不尊重 第三 就是覺得 他在你心目中沒有地位 沒有價值 如果你真的有事要求別人 人家怎麼會幫你做事呢 人同恥心 你亦想希望別人尊重你的 不過現在年青一代 很多都不懂得這些人情勢 這節時間 我們暫時就先說到這裏 接下來 有些社會話題 我們會再跟大家討論 拜拜 謝謝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